誒有聊四季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試賽 先來看一下紅方式選擇了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 只要在大中原旁邊灑下農田之後 就可以立即獲得8%食物 波蘭人的這個能力呢 讓他到後手有非常大量肉量 可以產出自己的大肉碼 還有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戰錘兵 都是非常吃肉量的單位 波蘭人呢 他的步兵、弓兵、騎兵 都是能打的 弓兵部分則是有母子環 但是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所以出戰毛兵防守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可能會被射爆 波蘭人的騎士 也是點下貴族特權之後 黃金只要30元而已 非常的省 所以波蘭人的路線 還是比較適合打一個步兵 加上騎兵的作戰路線 但是由於他的槍兵沒有擊兵的關係 所以打駱鎖會比較吃力一點 這一點可能需要搭配一些戰錘兵 當作輔助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可以在修道院 研發自己的宗教皇樂跟神聖思想 這兩項可能技 分別是增加村民的血量跟村民的移動速度 可以稍微補正一下波蘭人的經濟狀況 波蘭人後期需要是打這個 波蘭人戰車 還有火槍 還有榴彈炮 疾兵為主 他的疾兵也是特別強力的 對於額外增傷的效果也是特別強大的 不管你是要拿去戳大象或是戳遊俠 這個傷害是非常誇張的 波蘭人的後期 榴彈炮才是主軸 他的榴彈炮呢 可以大規模殺傷對方的敵軍單位 而且弱彈範圍非常的廣闊 所以打的大量單位是非常好用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升級流程 稍微介紹一下紅色波蘭人是克勞德 克勞德也是我們台灣的知名高手 也是這個選手 也是教練 這個TAG的教練 克勞德他最近打的這個比賽 是這個白鷹聯賽的競技場大試賽 這場比賽也是冠軍賽 只要誰拿下這場比賽 就是白鷹聯賽的冠軍 也是非常相當榮譽的一件事情 天空熊則是在四強的時候被淘汰掉了 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 至少他輸掉的比賽選手 就是正是我們的 克勞德遇到這位選手 Dank 這位選手也是在我們頻道中 常常出現的一位頂尖高手 他被分到白鷹聯賽 其實有點 讓我意外 還是因為他被分到了白鷹聯賽的關係 所以他後面你只自己打上了一個 NOOB NOOB 細稱自己是個新手 很菜的意思 這也是世界帝國玩家們的一種自嘲欣慰 大家看看就好 不用太在意這個東西 好 弗西米亞人這邊是順利的升到城堡散 但波蘭人這邊也蠻特別的喔 沒有打一個塔弓 波蘭人這個文明也很適合在競技場中 打這個塔弓路線 由於是因為他挖石頭 也可以產生黃金 而且村民也會回血喔 所以波蘭人在競技場塔弓也是蠻常見的一個路線 好 但是 克勞德 波蘭人這裡是沒有打算要去撿聖物喔 這邊看到對手已經出了四隻的肉馬 再去追逐 雲大這邊呢 則是一隻肉馬都沒有出 則是用了自己的3TC開農上去 然後再去補大莊園 那這邊 波蘭人的想法是 要打一個樹地王 趕快升上去 然後用均勻投資機開拆 然後打出經濟差距來喔 那為什麼可以打出經濟差距喔 那稍微說明一下 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通常的競技場打法 就是會按這個馬舊阿 還有這個修道院喔 然後出生女去撿聖物喔 那這個能力呢 讓他 雖然可以去撿到生物增加黃金 但是他要投資大約快要400的木頭 去產出自己的修道院的生女 還有肉馬這些肉量 讓他升級上的時間點喔 會比這個純農的路線喔 還要來的更慢一點喔 那這個純農路線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升到 帝王室再更快一點喔 然後可以趕快出自己的巨型投資機 趕快去拆對方的修道院 然後再把裡面的五個生物搶回來 這是之前的一系列打法 那這個也是最近喔 雲大在自己的頻道中喔 有去教取的一個戰術 這被他稱為 狙擊 狙擊流 肉馬狙擊流 是這樣講喔 有點忘記了 好 那這個打法呢 優勢就是要趕快升到帝王室再 然後趕快去 去中間蓋城堡 然後去圖維他的修道院 還有城鎮中心 趕快破口打進去 那待會出門時候還是需要一點兵喔 那克朗德這邊選的是波蘭 要來打一個弓箭手 弓箭手破門鵝鹿的打法 那有別語喔 這個波蘭人喔 是一個肉馬狗的開局 他打弓兵國 打弓兵開局有點特別 好 那波西米亞直接前壓寶 這個是狙擊肉馬流 最怕的一個打法 直接前壓寶 那波西米亞人這邊 也沒有太落後 升帝王時代的時間喔 他看來是有找到破解的方法 好這邊一出去看到 已經在蓋城堡了 直接補下一棟城堡在家裡 結果雲大的這個 肉馬狙擊流 直接施撤 這也是最害怕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的弱點 這樣說才對 好 那兩邊升到帝王時代 劇情投資系都要開鏟出來 那波蘭人這邊第一時間 點下戰毛兵三級還有二級射 那強弩還沒有補 好這邊直接轉火炮 那波西米亞直接轉火炮 會有點頭疼喔 那第一時間沒有讓對手 慢慢鏟出火炮 而是用弓兵直接去繞了後方 好 劇情投資系開始開拆城堡 好這邊看到火炮出來 第一時間沒有打掉 反而是回頭打個一炮 弓兵全部損失慘重 好 和克勞德這邊可能 再繼續打弓兵會有危險喔 好城堡繼續拆 火炮這邊來打下下方的劇情投資系 但是被城堡射掉 哇沒有注意好這個射程 火炮直接省事了一拍 波西米亞這邊點下了三級射 兩邊城堡互拆 後面再補下了一棟劇情投資系 這時候波蘭人可能要轉一點 其他兵種來打 例如這個大洛馬之類的 OK那在27分鐘的時候 兩邊城堡都一同被拆掉了 被拆掉城堡的波西米亞人 沒有繼續用自己的火炮 繼續前壓攻擊 克勞德家裡的劇情投資機 反正選擇了撤退了 這邊戰毛兵過來 但是有這個肉麻過來親一下 戰毛兵能解掉嗎 應該有困難 好 波西米亞直接回家 蓋下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那這邊是不能轉火槍出來 這邊可能是要轉戰毛兵 會來打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最毛兵的話 可以打得贏波蘭的戰毛兵之外 自己的火炮也是有這個優勢在的 那現在波西米亞的重點 就是要轉出榴彈炮的升級 才可以打出更大的優勢來 家裡補下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這邊是先升了疾兵嗎 OK 先升了榴彈炮 榴彈炮一定要先升 這個不先升會很危險 好 後來這邊已經突圍成功 開始把自己的建築物慢慢搬出去 開始挖外圍的石頭 波西米亞則是在右邊補下了 第五棟城鎮中心 還想繼續開農喔 這個農的程度有點太誇張 太農了吧 但是如果波西米亞這邊轉出疾兵來的話 待會波蘭人這邊如果轉肉馬 或是重裝騎士喔 都會被打得很慘喔 這也是波西米亞人對抗騎士的一個 強勢之處 那Cloud這邊是繼續轉出工兵單位 然後升級了步兵的鎧甲 要來打這個奧氣鑽垂兵 而不是肉馬開局喔 那這樣就會有點有趣了 這個不是我們常見的波蘭開局 而是鑽垂兵 那鑽垂兵這個單位呢 是敲到對方一下的時候 都會扣掉這個靜遠防各異點 可以扣到0點為止喔 所以波蘭的戰隨兵呢 打這個防禦力很高的單位喔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選項 而且他也是遊戲裡面 唯一可以破防的單位 所以算是波蘭人一個很特殊的能力喔 這邊波西米亞終於收槍擠好了 榴彈炮 榴彈炮終於可以出關開始防守 來看一下這邊落彈 哇 直接砸掉了 三隻戰毛兵 後面的工兵繼續補了過來 波蘭人這裡沒有好打算要升到強弩嗎 蠻特別的 可能看到榴彈炮之後 有點不想要再繼續投資強弩的部分 可能想要繼續用戰毛兵去扛一下正面 拖一下時間 波西米亞人則是用自己的榴彈炮加上火槍 去做一個防守 火槍配擊兵還有榴彈炮 這也是波西米亞一個很常見的打法 但是現在波蘭人在跟時間賽跑 不太能讓波西米亞這樣迅速成型喔 只要一成型之後就會有點難打 除非這邊可以盡可能的拆掉對方榴彈炮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跟正面的部隊喔 讓自己的弱馬有機會去抓到後方榴彈炮 那才有機會可以打 好 波蘭人這時候點下了金冠技術 劣克提克遺產 劣克提克遺產點下之後 自己的大洛馬就可以擁有 巴黛庭聖騎兵一樣的践踏效果 這邊兩邊用火炮互打 榴彈炮 小心 要中囉 哇 中了 他的目的非常廣 好 這時候終於打出了一個洞來 波蘭人這邊是點下了三級的步兵 板架 結果榴彈炮直接一個反殺 兩台火炮直接毀滅 波蘭人這邊的火炮已經損失殆盡 拜我的這些工兵 可能也要被榴彈炮給打倒 這邊疾兵數量稍微解下 又倒了一整排 粉難受 最近投司機有點太前面了 榴彈炮可能會出來硬解掉 這時候波蘭人點下了精銳的 奧不齊戰錘兵的升級 但是奧不齊戰錘兵其實蠻害怕火槍兵的 打個一炮 沒有打到 奧不齊戰錘兵一直往前走 後面打下後方的 還是有點痛 裡面大量戰錘兵直接走進去 想要打狙擊頭司機 但裡面的火槍兵一直都沒有 戰錘兵沒有人擋得住 戰錘兵打的實在是太癢了 因為戰錘兵三防是有六點遠防的 所以戰錘兵打起來的話非常癢 只有一滴血 火槍兵回來救一下 還好這台狙擊頭沒有被拆倒 那波蘭人這邊就去使用自己的弓兵騷擾 終於補下了強弩跟拇指環的升級 那騎兵單位的科技呢 也在升級量中 補下了一級馬凱還有瓶走 專瓦技術 再繼續打火炮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獵士喔 可能要轉一點機動性單位會比較好 那機動性單位又要處理這些疾兵喔 這個就是待會Cloud要處理的事情 這個是最麻煩的部分 好火炮反擊一下 殘血受不掉 回頭打個一炮 殘血趕快補一下 拿村民來處理一下 好敲弩直接上前映射 差一點被打到 好 混亂人這時候點下了二級馬凱 還有肉馬的升級 三級龍也補下了 OK把破爛的狀態打到最好 當然這邊彈道學還有一秒鐘才好 OK已經補好彈道學了 好這邊打展來看一下 兩邊的單位血量的變化 目前級兵上前硬戳 外面火槍兵解決戰垂兵 火炮則是專心在打對方的火炮 兩邊火炮對打 有彈炮優勢還是很大的 射成12加1兩邊都是 但是有血量的優勢還有傷害的優勢喔 喔 直接砸掉 忽然的火炮再次施力 火炮才要上前硬砸 有彈炮直接砸掉三次戰垂兵 但戰垂兵的數量越來越多 那步兵單位呢 確實是圖為這個組合的最佳方法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講到 福西米亞的這個組合 要用大量的步兵快速步兵去解 是最好的選擇 確實破爛這邊也是轉出了一些 大量步兵 再配上自己的大肉馬 好 去做圖為可能更不錯 好 巨型超時機直接反差 哇 直接打掉了一台榴彈炮 榴彈炮的色雲稍微走位一下 幾乎又被砸到了一台 兩台榴彈炮直接被砸爆 剩下一台榴彈炮被大肉馬給解決掉了 突然這邊反達得非常漂亮 火西米亞這邊榴彈炮損失殆盡 這裡要再補一些榴彈炮出來 好 還在補 慢慢補出來 又兩門榴彈炮走出來 但是火西米亞現在攻城能力不太佳 這種城堡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擊殺到了22隻的單位 好 火西米亞這邊也轉出了一級的馬卡 大肉馬再次向前 但是這邊的肉馬雖量太少 摘一刀 哇靠 踐踏傷害瞬間收掉榴彈炮 太猛了 這就是波蘭的大肉馬 目前這邊的打法配上大量的戰毛兵 還有這個大肉馬 確實是可以解 暫時可以解這個正面 只要榴彈炮的數量不夠多 就沒辦法第一時間解掉大量的戰毛兵 OK 左邊的巨鏡頭刺激被解掉了一台 再毛兵持續持續上前硬點火炮 那這個有點硬點太要啦 反正被火槍兵射爆了 這先在毛兵 OK 但是波蘭的城堡雨落 後面再補了一棟新的 這裡農田補到了11片田 還要再繼續補下會比較好 這邊安全農田其實並不多 待會可能要再找一些新的空地 再繼續灑下更多的大莊園 好 鋒田樹來到60片田 火炮再次反擊回去 大肉馬再次向前 上前硬砍 但是這個殘血人沒有砍掉 後面太多死兵太害怕 右後方的火炮解決掉了巨鏡頭司機的侵擾 好 三門榴彈炮直接走過來 喔 殘血一滴 這裡火炮解的很好 再一槍 戳掉了火炮 OK 後方的火炮也是很危險 三隻大肉馬過來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槍斃在等著 目前Poshimia這部的攻勢 打得有點 說不算太好嗎 不算套也不太對 算好也不算好 有點五五開 這時候Poshimia點下了金冠 這個胡斯派改革 胡斯派改革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可以讓他的修道院的科技 還有僧侶的造價 全部都變成肉而已 不需要黃金 這也是Poshimia後期的僧侶戰 很強大的地方 Poshimia這邊有4500多肉 就可以轉出大量的僧侶 去轉出救出思想 直接去應召對方的火炮 甚至一些重要的工程器 正面這一波大軍直接壓進 戰錘兵配上大肉馬 還有正面的戰毛兵跟強奴 忽然這裡有4種兵種 Poshimia這邊 急兵加上火槍兵 直接戳爆正面大肉馬 大肉馬直接被全部戳掉 正面的戰錘兵也是受到火槍的射擊之後 直接被逼退了回去 這一波衝鋒 忽然人又再次的撤退 三門榴彈炮 開始在進攻後方的城堡 這邊急兵有點危險喔 這個急兵如果送光 大肉馬就有機會後面突圍成功 這一坨火槍 甚至後方的榴彈炮 這邊急兵不能送掉 這只要一送掉就會有危險 OK Poshimia直接上前 好 榴彈炮也是原地開火 打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跟強奴 好 三門榴彈炮直接打掉了 破爛人的巨型投資機 唉唷 這門火炮 砸到了非常多的火槍兵 哇 這邊細節操作打得非常好 這邊戰錘兵繼續往前推進 十字戰錘直接扛住了急兵的推進 好 但是火防城堡加上火槍兵傷害是太高 戰錘兵有點扛不太住 我要經過這個三門榴彈炮 打掉自己非常多的急兵 這 這榴彈炮是無三桂吧 衝康自己人 好 Poshimia這邊已經點下了 建築學 增加一下建築物的 血量 增加一下防禦力 不然這個血量太少 會有點危險 好 那破爛人比較好的地方 是右邊這個礦區 已經全部拿下了 右邊這邊要繼續 深入推進也不是沒辦法 也可以考慮出個大沖車 開始頂 紅路兵開始頂進去了 好 鳳蘭人這邊木頭量還是有點多 大莊園沒有繼續灑 六四片田停止了 好 這一波大洛馬直接上前 想要直接收掉後方的工程器 油彈炮跟巨蟹頭司機 第一時間被衝擊到 但是直兵瞬間戳掉非常多的大洛馬 再一刀就可以收掉巨蟹頭司機 搞定 後方流彈炮只剩下兩門 還有兩台巨蟹頭司機 在做防守 波士尼米亞這邊有五聖物的優勢 黃金可以繼續磨 但破爛人這邊黃金是有限的 所以不能把黃金小偶太兇 三台巨蟹頭司機直接開拆 後面這一棟城堡沒人修理 直接拆掉了 好這裡第一時間使用巨蟹頭司機 拆掉破爛人的 工程器械 火箱還在繼續輸出 水彈炮拆掉 這個殘血的巨蟹頭司機被火箱給射掉 看起來這一波交換兩邊都有點重傷喔 三巨頭又在一度被拆光 但是波士尼米亞這邊損失了一棟城堡 波士尼米亞再補下了一棟新的 這時候波蘭的三級弓點下了 肉麻的傷害中來到了最高 剛剛還不是最強型態 現在才是要拿出動真格的時候 好 波蘭向前 要衝了嗎 這波我覺得可以衝 前面的擊力數量沒有到很多 OK 衝刺 直接硬抓後方的榴彈炮 榴彈炮被抓掉兩門 就是非常大的戰果 哇 這一波直接硬吃 看巨蟹頭司機還在攻城當中 這一棟城堡可能也要守不住 好 這時候波蘭 這時候從中間這個洞慢慢走進去 用了非常多戰錘兵在裡面打個一波 戰錘兵打直兵其實蠻好用的 因為他很坦 而且戰錘兵本身的防護率跟血量就很多 五點的防護率 打上對方直擊兵喔 直擊兵錯一下只有五滴傷害而已 好 當然加里也是轉出一些火槍兵做防守 開始能守住加里的內亂 但是正面的部分火槍兵 開始被戰謀兵給打倒 火槍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後面的巨蟹頭司機也架了起來 繼續攻城 好 左邊有非常多村民已經越挖越過去了 旁邊的木群都是越挖越深入 後方巨蟹頭司機持續開拆 這裡波西米亞的榴彈炮只剩下一門火炮 這一門火炮要是再被拆掉的話 攻城跟防守都會遇到困境喔 這個是波西米亞的命脈喔 而且現在肉量也不夠多的關係 哇靠 大洛馬直接衝了進來 這一坨大洛馬要是衝到墓區直接BBQ阿 Cloud這邊沒有看到左邊是墓區 先衝了農田區 拉了一隻大洛馬到了左邊 好 開始開採裡面的村民 非常多的疾兵回家防守 正面部分拖拖攻城 這裡有機會 有斬炮這時候不知道哪時候被打倒 只剩下家裡的火槍壁跟疾兵在前面防守 這裡深東疾兵戰術 非常的漂亮 好 正面城堡拆掉之後 波西米亞只能選擇撤退 退守到城牆裡 這一波大洛馬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波西米亞村民樹下降只剩到109村 村民差距約20村左右 好 解決家裡的大洛馬之後 疾兵再度走了出來 但是正面的陣地已經被突圍成功了 波蘭成功拿回了自己的師徒 這也不算他的師徒 好 那波蘭人這邊已經完全歸零了 黃金 所以待會這邊只能靠買賣喔 去做資源的交換 或者使用更多大洛馬 配上自己的戰寶兵去做突圍了 好 這裡有一塊基因如果能挖掉 也是小鑽一下 1254斤 好 非常多的戰寶兵在打這些疾兵 這邊大洛馬直接後面想要去抓榴彈炮 榴彈炮第一時間被擊火 又被拆掉了一門 波西米亞的榴彈炮一直沒有辦法神醒起來 難道波西米亞的 無敵陣型 要被破解了嗎 這一波波蘭人 分兩隊打 打的實在是非常好 好 這裡 家裡補一下村民 波西米亞重新 固好自己的陣地 這時候波西米亞點下了三級伐木 戰錘兵繼續補下 OK 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戰錘兵身上 待會如果再打出一個洞來 待會大洛馬直接衝裡面的火槍兵 再抓掉大量的騎兵 就可以搞定這場比賽了 沒有想到波西米亞這邊黃金有五生物 居然要打輸嗎 OK 生物被打噴出來 趕快拿生女 到後方 檢取生物 好 後面有一輪們榴彈炮進行了攻擊 大量洛馬剛剛倒地 榴彈炮在左邊這個位置 但是有看到 上前陰錘 但左邊居然沒有擊命在防守 連續出現兩次的榴彈炮 無人防守事件 哇 這個大洛馬打得好痛 踩點第二門也要被打下 但是現在還有四個生物在 突然人的面前 看要不要趕快按出修造院 驅剪生物出來 那好像也不用了 這邊打進去 要是能成功 對方就有可能會打出GG 波西米亞利用自己最後的 四門榴彈炮 想要守住最後的陣地 那火槍的數量不夠多 現在只有五 五支火槍 這火槍如果被打倒 戰錘兵就無法無天了喔 好 這邊戰寶兵也是 輸出到了非常多的騎兵 騎兵也是瘋狂倒地 這個洞可能要被鑽進去了 即將失守 波西米亞的城鎮 可能要陷弱了 好 決戰號剩下兩台 哇 又被抓掉一門火炮 後來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大洛瑪再繼續往前抓 哇 這邊剛出來的榴彈炮也被抓掉 GG 心態炸裂 哇 這一波打得非常好阿 克勞德 克勞德真的是我們的塔灣知識光阿 看到克勞德這邊用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還有戰鎚 大洛瑪 露情到了對方家裡 左邊大洛瑪去後面繞過一波 後面補下更多的軍力 想要守住最後的陣地 但是正面的部分已經退不成軍 只剩下少量的紙幣跟火槍兵 在守正面的防守 好 這時候波蘭人 拉了幾隻聖鱗戶來解生物 大洛瑪已經侵擾到了後方的農田 還有伐木區 聖鱗戶一直持續下探當中 好 正面開始戰毛兵 加上戰鎚 快要突圍成功 正面的擊兵已經快要突破 這邊一突破 波西米亞就沒有逆轉的可能了 後方大洛瑪也是亂個一波 擊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老頭第一時間被打倒 這時候波西米亞打出了 GG 哇 出了375隻的大洛瑪 對上558隻的擊兵 但最後是由出洛瑪那邊 打贏了最後的比賽 各位 這個就是波蘭的大洛瑪 立刻體克遺產 後期沒有黃金跟鬼一樣 非常的強大 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波西米亞人拿到了牧區的勝利 但實物來說 是由波蘭人拿下了1萬6的勝利 黃金則是贏了100 那獅頭則是贏了2000 但是波西米亞贏了大概5勝目的關係 有6000多的黃金 量產出來 但經濟上來說 兩邊都沒有太大的差異 波蘭本來就會贏了1萬肉 是個正常的現象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還是波蘭人這邊的控兵 跟這個中間溜一波進去 那我一波 然後專心把這個正命給奪回來 這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然後一邊打分推 然後正面又要打得贏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對方還有榴彈炮 這種文明的情況下 你要再突圍他的陣地 你一定要用自己的大落馬 然後去讓對方有失誤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做到事情 這也是克勞者這邊 打得非常好的一個逆轉勝的一個細節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